饥饿游戏三 嘲笑鸟 第三集 自黑暗时代起的七十五年中 那时 据称十三区已在与开皮特的战争中完全被摧毁 几乎所有的新建筑都建在地下 事实上 几个世纪以来 在地下早已建立了整套完备的设施 作为战时政府官员的秘密避难所 或者 在地面条件不适宜人类生存时 作为地下避难处 对于十三区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开皮特核武器研发中心 在黑暗时期 十三区的反叛者从政府那里 夺取了这些设施的控制权 并将核武器对准了开皮特 之后 他们提出条件 只要开皮特不攻击他们 他们就可以假装已经毁灭 开皮特在西部还有一个核武器基地 可只要攻击十三区 就不可能不遭到回击 因而 开皮特接受了十三区的条件 将地面的一切都摧毁了 并切断了外界与之的一切联系 也许 那时开皮特当局认为 十三区没有外界帮助会自行消失 十三区也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 几乎消亡了 但 他们靠严格控制资源 建立良好秩序 加强对开皮特的防范 终于渡过了难关 现在 几乎所有的十三区公民 都居住在地下 大家可以到户外锻炼或享受阳光 但 必须在严格规定的时段内 绝不能超时 每天早晨 人们把右臂伸入一个精巧的装置内 他便会把时间表像纹身一样 映刻在人们光滑的小臂内侧 弄得大家的手臂都是难看的紫色印记 这个时间表是 七点 早饭 七点三十分 清理厨房 八点三十分 十七号房间 教育中心集合 等等 紫色印记是擦不掉的 直到二十二点 淋浴时 它上面的防水涂层才会脱落 才能冲洗掉 二十二点三十分 发出西灯信号 除了上夜班的 任何人都要上床睡觉 一开始 我住院时 不必在手臂上印时间表 但后来 我和妈妈 妹妹 一起住到三零七房间之后 也要按力行事 可除了吃饭时间 我并不遵守那个时间表 其他时间 我要么回到住处 要么在十三区下流 要么找个僻静的地方 比如 废弃的通风管道 洗衣房水管后面 或者 别的什么地方 咪上一窖 在教育中心有一个大壁柜 那是个打盹的好地方 好像从来就没人去那里拿过东西 十三区的人极为节俭 浪费就是犯罪 好在 十二区的人一向也勤俭持家 可有一次 弗尔维亚卡朵 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就把它揉成了一团 恰巧被我看到 看它的样子 就像刚要了什么人的命 脸 仗得通红 肥多多的脸蛋上 所闻的银色花朵 更加强眼了 从它的外表就可以看出 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十三区 我的乐视之一 就是看那些脑满肠肥的反抗者们 蠕动自己的肥胖身躯 挤进狭窄的座位里的样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摆脱东道主 严格的时间限制 但至少 现在 他们不管我 我 被认定为精神恍惚 在我的塑料 医疗手环上 赫然写有这样的字样 每个人对我四处游荡 都要加以容忍 可 这种状况 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他们对嘲笑鸟计划的耐心 也不可能永无止境 我和盖尔 从停机坪下来 左拐右拐走了好多几楼梯 才来到了307房间 我们本来 也是可以坐电梯的 可电梯 总让我想起竞技场之前的情景 一直以来 我对于生活在地下 难以示 但 自从你那朵玫瑰 不期而运 我第一次觉得 深入地下 是很安全的 在307房间门口 我惆怅着 预料到家人 肯定有一大堆问题 在等着我 十二区的事 我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我问盖尔 我想 他们不会问得那么详细 他们亲眼看到了 十二区着了火 兴许 他们更担心的是 你 会有什么反应 盖尔 用手 抚摸着我的脸颊 我也和他们一样 我把脸 靠在他的手上 我 要活下去 之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推开了房门 妈妈和妹妹 此时在家 十八点 思考时间 这是吃饭前 休息的半小时时间 从他们脸上的 关切表情 可以看得出 他们很担心 我回来后 会有什么反应 没等他们开口 我就把猎物袋打开 于是出现了 十八点 爱猫时间 玻璃木激动的热泪银矿 抚摸着那个丑陋的毛根花 那猫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偶尔 也对我喵地叫一下 当玻璃木把蓝色丝带 拴在他脖子上时 他向我递来得意的一瞥 妈妈 把结婚照 紧紧地捧在胸前 之后 和那本植物书一起 放在政府配发的五斗柜上 我把爸爸的夹克搭在椅背上 现在 这地方看上去 还真有了点 家的味道 那么 这次的十二驱之行 还是有所收获的吧 十八点三十分 晚饭时间 我们正准备去饭厅吃饭 该二的万事卡米特 却滴滴地响了起来 万事卡米特看上去 就像一块大号的手表 能显示文字信息 这是一项特殊待遇 只有对反抗事业极为重要的人 才有资格配备他 该二因救援十二驱百姓有功 而获得了这一殊荣 通知我们俩去指挥部 该二说 我走在该二身后 离他几步远 在投入到另一场 注定是无情的 嘲笑鸟战斗前 我要尽量打起精神 来到指挥部门口 我迟疑着 没有马上进去 指挥部 是一个高科技会议中心 兼作战指挥中心 四面墙壁布满了 配备语言系统的电子屏幕 上面的电子地图 显示着各区军队的部署情况 屋子里还有一张 带控制板的长方形大桌子 这控制板 我可不能碰 我走进去时 没人注意我 他们都聚集在屋子 最里侧的电视机前 正在看全时播放的 CAPIT电视节目 身材魁梧的Plutash 正好被对我挡住了电视屏幕 我正想溜号 Plutash 却看见了我 他急切地向我挥手 让我过去 于是我很不情愿地 慢慢地 往前撞 心想 电视上又会有什么 有趣的事儿了 反正CAPIT的电视节目 千篇一律 一成不变 战争场面 政治宣传 轰炸十二区 Snow总统 差不坏信息 所以 当画着浓妆 身着华丽礼服 正准备采访的 凯撒出现在电视上时 这个画面 简直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当镜头向后拉时 我才看到 他采访的对象 竟然是B 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了 就像 被闷在水底 小呼吸 却透不过气了 周围的氧气 一下子被抽空了 憋得肺里生疼 我急忙把周围的人推开 挤到电视机前 站在电视上的 皮特面前 手扶着电视机屏幕 我在他的眼睛里 拼命地搜寻着 想从那里看出 他是否受到伤害 是否遭受痛苦 没有 皮特看上去很健康 甚至可以说 很结实 他的皮肤 光洁亮泽 好像全身皮肤 做了抛光 他神态安宁 表情严肃 我不能把眼前的 皮特和日日夜夜 在梦中折磨 我的那个挨了打 浑身是血的 皮特联系起来 开萨 坐在皮特对面的 一张椅子上 调整到更舒适的位置 然后 意味深长地 看着皮特 那么 皮特 欢迎回来 皮特 微微笑了一下 开萨 我敢说 上次的采访 你一定以为 是最后一次吧 我承认 是的 世纪极限赛的那次 是啊 谁能想到 我们又见面了 可以肯定地说 这 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皮特 皱着眉头说 开萨身子向前叹了叹 我想啊 当时 大家都很清楚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打算牺牲自己 好让开萨 和你们的孩子 活下来 确实如此 简单明了 说话时 皮特的手 不停地 在沙发软垫上 摸缩着 可其他人 也有他们的计划 是的 其他人 有他们的计划 我想 皮特 已经猜出来 我们被人利用了吗 他是否猜出 从一开始 他们就筹划好了 我的救援计划呢 他是否猜出 我们的指导老师 黑米斯·阿波纳斯 已经为了他装作 不感兴趣的所谓事业 而背叛了我们两个 接着 是一阵沉默 我看到皮特紧锁的 眉峰里 深刻着皱纹 他已经猜出来了 或者 有人已经告诉了 但 开皮特 并没有杀死他 甚至 没有惩罚他 目前的情况 已远远超出了 我的想象 他好发无伤 身体健康 思维清晰 我感到 无比庆幸 一种 释然的 强烈感觉 传遍全身 就像 在医院注射的 马飞的感觉 抚平了我 过去几周来 所不断 遭受的伤痛 你能不能 跟我们谈谈 在竞技场 最后一晚 发生的事情 以便帮我们 理经头绪呢 开伞 提出了建议 皮特点点头 但 却没有急于回答 他慢声说道 最后 一晚 最后一晚 发生的事情 首先 你必须要想象一下 在竞技场里的感受 那感觉 就像一只昆虫 被困在充满热腾腾的 水蒸气的碗里 在您的四周 都是丛林 绿色的 活生生的 滴答作响的丛林 一只大钟 一只大钟 分分秒秒 都在计时 生命 也在慢慢流逝 每个小时 都必定会出现 新的恐惧 你要知道 在过去的两天中 已经有 十六个人丧命 有些人 是在与你的搏斗中 死去 而情况就会这样 发展下去 到第二天早晨 除了一个人 最后的七个人 也会死去 只有胜利者 能活下来 而按计划 活下来的那个人 却不是你 竞技场的回忆 让我浑身 冷汗津津 我的手 从电视屏幕上 滑落下 无力地垂在身边 皮特不仅能用画笔 描画竞技场的情形 他用语言 也一样能达到 同样的效果 人 一旦身处竞技场内 外部的世界 就变得极为遥远 你所爱的 所关心的一切人和事 都几乎不存在了 粉色的天空 丛林里的怪物 还有那些 想要你命的贡品 就成为了你现实世界里的一切 唯一能影响你的一切 更糟的是 你也要杀人 因为在竞技场 人们只有一个愿望 一个 要为之付出昂贵代价的愿望 他要你付出 他要你付出生命 哦 不 他要你付出的 不仅是生命 你要去杀死无辜的人 你要付出所有的一切 皮特说 付出所有的一切 凯瑟 轻声 轻声 重复着皮特的话 整个房间 陷入了一片寂静 我感觉 这寂静 正传递到 整个帕纳姆国的 每一个角落 整个国家的人 肯定都在电视机前 静静地听着 因为 以前从没有人提过 在竞技场的感受 皮特 继续往下说 那么 你要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而那最后一碗 是 我的愿望 是旧开的意思 但 即使对叛乱一无所知 整个事情 也让人感觉很蹊跷 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 我很后悔 早晨他提醒我们离开时 没有听他的话 可那时候 谁也看不出 事态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也许 你对 比特电机 盐水壶的计划 太过专注了 凯瑟说 光顾着和他们结盟了 我绝不应该让他们把我们分开 皮特 突然提高了嗓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失去了 他 这就会让我们开玩的 再来 这就会让我们开玩的 舍然 在这边 期待 那一会儿 我们开玩的 就会让我们开玩的 我们开玩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